大家好,最近经常有花友咨询杜珊花在养护的过程中 到底能不能够给它叶面喷洒水物来提高空气湿度 那么可能很多花友会听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杜珊花喷水十天就见炎王 因为杜珊花叶片上面是有一层绒毛的 喷了之后很容易造成积水烂液的情况出现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 杜珊花叶面喷水完全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杜珊花我们如果是放在室外 或者是直接地栽的一些植物 它在外面淋水都是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就不能够喷洒水物了 像我这里养的杜珊花 我基本上也是经常给它们喷洒水物的 但是杜珊花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杜珊花完全是可以给它喷洒水物的 但是喷洒水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保证好有足够的通风 然后在湿度非常高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喷就可以了 喷洒水物的时候 可以在水里面加上一点叶们原路 这个叶们原路的话 它可以增强叶面的光合作用 还能够增强叶片的抗性 而且还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灌根 补充盆土里面这个栓性 可以让杜珊花在一个栓性条件下 生长更加的旺盛 所以杜珊花它叶面喷水完全是可行的 大家不要道听途说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